让祷告的身体 无缺心 直到我们 感见不醒 弟兄姐妹平安 这个早晨 让我们透过敬拜 透过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欢迎祂 我虽面对苦难 却不丧胆 因你是我心长得想平安 我虽遭遇患难 却不绝望 因你将我高举 在盘世上 我虽经历失恋 仍有盼望 你对我的依序 给我力量 我虽面对挑战 信任坚强 因你赐下胜利 使我心更勇敢 我心更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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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救助 吸引我靠近 引导我脚步 将我隐藏 将我隐藏 在余影里处 你的爱是我生命的坚强 我心依靠你 富货救助 虽软弱 虽然若无力 神明保处 虽然若无力 不管前方 会有多困苦 你的爱 引领我道路 祝这个早晨把我们的心 带到你面前 祝愿你爱来引导我们 我随面对苦难 我随面对苦难 却不丧胆 因你 使我心长得想平安 我随遭遇患难 却不绝望 阿爸负担难 你 你 将我高聚在盘石上 我随 尽力失恋 仍有盼望 祝你对我的应许 你对我的应许 给我力量 我随 面对挑战 心人坚强 因你赐下圣灵 使我心更勇敢 我心恳慕你 神明救助 洗礼我靠近 引导我脚步 将我隐藏 在拥命迷处 在拥命迷处 你的爱 使我生命很坚强 我心依靠你 福活救助 最软弱无力 成员 神明救助 神明救助 隐藏 我 我心的目的 我神明 神明救助 祝你刚刚的来吸引我们 祝你我靠近 引到我们前方的道路 引到我脚步 将我隐藏 在你隐秘处 你的爱是我生命的节目 我心依靠 我心依靠你 復活救助 虽软弱无力 神明放逐 不管前方 会有多困苦 你的爱引领我道路 亲爱的天父 这个要造成我们的心 淡淡的渴慕你 我们要来依靠你 愿你的爱 愿你的工作 释放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的心能够跟随你 我们能够聆听主你的声音 带领我们以下时间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平安 感谢神 我们在这个礼拜 我们会有六次来讲到 看守你的原子 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个 什么是看守你的原子呢 就是要知道保守自己的心 而这个跟什么有关系 就是跟我们的界限有关系 所以我们来看 到底什么是界限 到底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原子呢 第一个 界限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 界限指的是什么呢 原子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指的就是我的身体 我的情感 指的就是我的灵 我的心 我的命定 我的家 还有我的责任 我的地界 这个就是讲到 我怎么样能够保守我的原子 所以我需要知道我的地界 我需要知道我的界限 这个界限也告诉我 我是谁 我怎么了 我要什么 我感受什么 我要努力什么 我要选择什么 我们来看真言的第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划出的 所以呢 我们看见界限里头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生的果效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到底每天的生活里头 我的心进来的什么 出去了什么 像电脑里头一样 我每天删除了什么 而增加了什么进来 其实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头 讲到啥种的比喻里头 讲到种子啥在土地 这个土地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田 我们的心田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看守我们的心 这是神给我们的地界 给我们的疆界 给我们的界限 我们没有好好看守我们的心的时候 我们就让它长出 极力和荆棘出来 因为我们被地上的失虑 潜产的迷惑 还有很多很多世界的系统 来养育我们的心 我们再读真言十四章 第十节 心中苦楚自己知道 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 所以呢 那利用姐妹 我们有看见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 界限的概念 就是我心中的苦楚 我要自己负责任 我不要要求别人为我 为我的喜乐或为我的苦楚 来负责任 我要起来 甚至当我里头苦楚 我受伤的时候 我不是只是指头怪别人 我起来修复 起来医治 起来行走 是我的责任 第二个界限告诉我们很清楚的 界限告诉我们很清楚的 就是我责任的换围 我们看创世纪二章第十五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里头告诉我们 我们的原子 我们要自己修理和看守 要修理和看守 这是神给我们的地界 所以呢 弟兄姐妹 我家的垃圾不会丢到你家 你家垃圾不会丢到我家 这个讲的是我的地界 我的地界 所以界限就是我知道 我的界限在哪里 我会在我跟你中间有一条线 有一条线 这条线代表我对我自己 我对神给我的换围能够负责任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就是教导我们能够治理 能够管理自己的能力 能够知道自己神给我的地界 而我能够好好来经营 修理看守 以至呢 有宝贵的出产 从神给我的责任换围里头 能够产生 我不会去羡慕别人的家里的 花园绿油油的 我也更不会让我自己住在 草堆杂草的当中 所以呢 弟兄姐妹 界限对每个基督徒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 而界限 我们看见界限 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 因为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界限不只讲保守我的心 不只讲到我的管理跟治理 界限不只讲到我的责任换围 神所托给我的 界限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们来看第三点 就是我知道我从哪里开始 我要到哪里 我的地界到哪里 界限怎么画 这条线怎么画 这条线不是画一道墙 你画一道墙 什么都进不来的 你画一道墙 其实就把人给隔离了 你画一道墙 很容易让自己 有一个封闭的灵 或者一个疏离别人的灵 界限是我知道画一条线 而这条线到底怎么画呢 其实就是开始在哪里 开始在哪里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节的经文里头 开始在爱自己开始 在爱自己开始 所以界限是什么 是我经历了神的爱 我能够知道爱自己 界限不是只叫你一直打拼 努力的表现和行为导向 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不是 这是一个孤儿的灵 靠自己打拼 靠自己努力来证明 来负责任 这是一个孤儿的灵 界限开始在我经历了神的爱 我连结在神的里面 所以界限是因为 我连结了天父的爱 我知道爱我自己 我知道我身上的恩赐 才干 我的命定 我的身体 我的灵魂 我的情绪 都是神给我的 我要来爱他 而且我要发展他 我要连结于神的根源 以至我神所给我的界限和土地 能够有宝贵的出产 所以界限不是叫你自私自利 我们看见一个自私的人 一个属肉体的人 会用肉体来画他的界限 画他的界限 就把人给隔开了 然后呢就追求保护自己 功利主义 甚至到最后 把果子给自己 留给自己 没有办法慷慨的给别人 界限不是这样 界限开始在于我爱自己 我爱自己以后 我跟神来连结 以致我能够在神所给我的 责任和地界的里头 能够宝贵的出产 所以界限 我们看见 开始在于 我知道我是神所自爱的 以致我跟神来连结 我在人生的旅途的当中 神所给我所有的换围 我与神连结 我能够经历到 宝贵的出产 而界限 指于哪里 指于我跟人中间的界限 我不越界 我也不掌控别人 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的 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里头讲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浪 我们看见这是在人迹里头 一个非常重要界限的概念 讲到什么 要恭敬人 什么叫恭敬人 就是你要尊敬人 什么叫尊敬人 叫做尊重人 就是你要看到人的价值 你经历了神的爱 你看到自己的价值 你当然也会看到 这些都是神所创造 神的儿女 你会尊敬人 你会尊敬人 你会看到人的价值 还有这里 要彼此的推浪 推浪是什么 推浪的意思 叫做谦卑 就是能够看到别人的好 看到别人的好 这是在界限里头非常重要的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在人迹的里头 好朋友为什么常常会欢脸 有时候好的同工也会欢脸 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盲点 就是不知道尊重别人 不知道尊重别人 甚至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是好同工 我们应该意见一样 看法一样 决定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会欢脸 因为一种错误的期待 一种错误的期待 不允许对方跟我不一样 而忘记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在亲子里头 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孩子 要做乖乖牌 什么都要照我们的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 这一个孩子的价值 这个孩子的独特性 这个孩子里头 他有治理的能力 他有做决定的能力 是要帮助他来引导他的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界线告诉我们什么 界线告诉我 我止于何处 就是我在人际的里头学习 在学习尊重 看到我们彼此的不一样 我们看雅各苏五章第十六节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待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花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不同 我们常常会有造妖境 把对方的不同 对方的很多不安权给造出来 可是界线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要彼此的认罪 互相的代求 我们常常在关系 家人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教会 肢体的关系里头 我们因着不同 有时候我们会彼此有冒犯 得罪 愤怒 苦毒和怨恨在我们里面 那你怎么走出一条健康的路 就是要彼此认罪 互相待求 弟兄姐妹 祷告为什么那么重要 祷告 祷告在界线里头 就是把不好的清出去 把好的收进来 把好的把神的意志收进来 把很多的愤怒苦毒跟恼恨 能够清出去 一次祷告里头 你经历神的清理的时候 一人祈祷手画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因为在祷告的里头 你里头被清理 你里头能够清心 得见神的面 好不好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看守 我们自己的原子的时候 我们好不好 我们从神开口 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看到 什么是界限 我的身体 我的权忍 我的恩赐 我侍奉的换围 我的家 都是我的界限 我的关系 都是我的界限 求主帮助我知道 怎么看守自己的原子 不让坏的进来 而是让殊胜的 进到我的里面 好不好 弟兄姐妹同身开口 来祷告 主啊是的 我们仰望你 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范围 我们要知道 怎么修律 我们怎么看守 我们知道 怎么建造 你最有宝贵的主才 你让我们看见 而我们的情感 而我们的权忍 而我们的权忍 你给我们的命定 而恩赐 但是 而要我们能够学习 你自己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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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管理的里头 我可以的恩赐 你自己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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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扮 我们自己的恩赐 到我们的信 由于习家 By 是对齐你自己的 而在这界限当中 主看见你的恩典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爱人 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是天如爸爸所自爱的 我能够看到 我在神眼中的价值 我能够看到 我在神眼中的尊贵 能够看到 在这个界限里头 神所给我的一切 以致我也能够看到 别人的价值 甚至很多时候 在跟别人有一些的冒犯 有一些的沟通不协调的时候 我能够学习来祷告 我能够学习 在天父在我里面的滋养的当中 一直进来 饶恕进来 爱进来 是因为我经历了父神的爱 在我的生命的里头 我越来越能够有宝贵的出产 学习去爱人 好吧 弟兄姐妹 你在祷告的里头 也许你旁边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你再次祷告说 主啊 我要知道如何爱真实的自己 以致我能够爱人 我能够从你的眼中 来看每一个人的价值 好不好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啊 是的 我们再次来仰望你 我要在你的里头 跟你来画这条线 所以要先生在关系的里头 关系的里头 让爱进来 让他们立进来 让接纳进来 看到人的价值 而在爱的里头 是因为我经历了你的爱 我跟你来远接 你是我 而能够成为第一个 跟别人画一条线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你照着你的形象造了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尊贵 神啊 愿你帮助我们用正确的眼光书 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不再看自己是卑微的 是不足的 因为知道在你的眼里 你看我们如同宝贝一样 神啊 当我们在我们自己 看守的园子里面 被你的爱浇灌 被你的爱充满的时候 主要我们的生命 就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 我们生命有正确的形象 有正确的看见 以至于我们也能够用 这样正确的眼光 来看待我们周遭的人 我们也能够用属神的眼光 来看见在他们生命中的价值 神啊 透过我们自己所看守的园子 所结出美好的果子 能够来爱别人 能够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因为我们同在你的爱中 我们同在你的 在你的同在里面 我们同样都是被你所宝贝的 愿你使我们有正确的价值观跟心态 谢谢阿爸 是的天父 求你属天的爱 今天再次充满我们 加受我们里面与你的爱的连结 主要让我里面爱人的心 也能够在你的爱里面 再次苏醒过来 能够真正的去爱人 天父谢谢你拆派耶稣 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 愿主你舍命的爱 常常激励我 回到起初的爱心 使我们可以去爱那些 我们感到困难的人 主要也因着我们领受 这份属天的爱 众人能够认出 我们是天父儿女的身份 使你的名得着荣耀 祷告奉告耶稣得胜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要再次 当你祷告的时候 求神光照我们 我们在同工的关系 肢体 甚至对我们的孩子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界限的概念 以致我们能够学习尊重 我们能够学习 欣赏对方好的 而且我们能够学习 能够在一个关系的里头 神来修护 我们彼此认罪 互相殆求的时候 神的医治在我们当中 我们能够经历在祷告的里头 在祷告里头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神清除我们内在 不属于他的 因着关系的冒犯 带给我们的 我们能够在祷告的里头 再次转向神 一个清新祷告的人 成为一个清新祷告的人 经历一人的祷告 是大有功效的 同生开口来祷告 主要是的我们仰望你 你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关系的里头 我们全心尊重 欣赏和护补 这是主的身体 让我们越来越 在教会的里头 在家庭的里头 我们要成长 我们要在关系的里面 能够看见 能够看见 你要来得招的是我们的内在 亲爱的天父来到我们面前 主这个早晨 祢教导我们如何彼此相爱 主透过祢的爱 透过祢的心意 使我们彼此尊荣来连结 主我祷告 透过我们的宣告 破除一切当中的伤害 一切主观意识 主乃是祢天国在我们当中 乃是属神的文化 在我们当中来预行 感谢主 主啊 是的 还是奉祢的名祝福 所有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听界线的时候 也许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受 但是重要的是 这个界线 从经历你的爱开始 这条线 是因为经历你的爱 能够与你一起来画这条线 对自己神给我们的原子 能够知道怎么打理 能够知道怎么建造 能够知道怎么管理 以致我们的心 好的进来 属神的进来 不属神的能够出去 在关系 在各方面 我们的内在 保守我们的心 能够长出 三十六十一百倍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我同心依靠你 福和求助 虽然我无力 生命帮助 无关千万 会如何困服你的爱 以灵魂 以灵魂 道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